那开箱屏的第四期啊 上一期就第一期的时候 我们打开的是草莓 然后很多的话有说 太贵了 25块钱一台买了三颗 于是乎呢 我就找了一个拼锡机上面 比较便宜的一家 4块8 大家可以看 4块8的箱子呢 就是这种了 哎 看上了 这个 好 咱们打开一下 看看4块8 其实 4块8还挣什么钱啊 挣几毛钱 几毛钱我估计它都费劲 应该是 你买两颗 它能赚一点点 那种感觉 4块8 是PCC这个软件 让我知道了 一分钱一分货 它颠覆了我的认知 刷新了我的三观 也让我知道了一个底线 你们要的4块8的 同样呢 会挣给你两个垃圾袋 然后呢 打开看一下苗子 苗晴呢 很马虎 苗晴是很马虎 这是用的巧克力酱吗 这是用的巧克力酱吗 帮应 这是用的巧克力酱吗 帮应 你这个东西怎么做 帮应 这怎么弄 我把这些分量的巧克力酱吗 你这些分量的巧克力酱吗 我把这些分量的巧克力酱 没有 你说你说你4块8买个啥 你是4块8 4块8 你这整整整整 就你们如果说话 我们说实话 我说一分钱一分货 你看到没 这还不是最便宜的 这还不是最便宜的 还有更便宜的 20块钱10克的 20块钱10克的 20块钱 这个也还是都是这个东西 你信吗 好了 接下来呢 正常的去入盆就行了 有的话说 你那么暴力 我的天哪 那帮应的那个东西 这个根系怎么长出来 好吧 反正草莓比较皮实耐火 找个盆 其实4块8呢 好像也不是最便宜的 另外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其实这种苗子呢 真的不值钱 我在评论区也看到 有的话我说 之前的这种苗子5毛 现在可能1块了 人话说 怎么那么便宜 其实呢 更多的时候 咱们买的东西 并不是产品本身 更多的是一个服务 和一种体验 你像咱们买花也是 对吧 你就是我买个 不花钱的苗子 你就白送我一个苗子 我用个盆 你几块吧 用点图 也得个两块吧 所以说呢 希望花儿梅呢 一定要了解 这么一句话 叫一分钱一分货 好吧 它永远都是这个道理 它不可能 你花一块钱 它给你100块钱的东西 除非是你中奖 再说了 现在这种概率 还会有中奖 这么一说吗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另外呢 咱们就把它种下去就好了 种下去以后 浇一边透水 很难 很难保证 这种百分之百的 一个存活率 因为它确实是 太难了 它这种过来 又还不如说是 好了 咱们接下来呢 就是正常的一个肉盆就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 也就不给大家 多得的一个养护了 因为我第一期的时候 有详细的说过一些草莓 另外草莓呢 它是可以匍匐生长 就是你看你出于一个什么目的了 再一个呢 这个东西呢 第一个品种 不可能说是完美的 因为你像4块8 你想买到对版的品种 太侥幸了 很多的花友都那样 你在买一些个东西 你看体验感 它就不一样的 你说我花20块钱 买的那三个 给我的一个体验感 要比这个好很多 一个是包装啊 方方面面 你看刚才那个包 一个包装 还有服务 而且这个快递 我用那个好一点的 把发的是一流的快递 给我送到我家门口 基本上还得给我打个电话 这个快递 扔到驿站就完了 当然了 如果说你真的是 图省钱啊 你又有一定养花技术 你想要这种 就是猎骑 或者是就像那种 在古玩城上 好一些个东西那种 你是可以去体验的 如果说新手花友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 还是买一些个 比较好一点的 你这样的话 到手养护起来 会更简单 这个呢 草莓还算是比较好 我的一个东西 希望花友们 能够简单的理解 一篇关于这个 开箱平台的第四期 也给大家看到了 一分钱一分货 希望花友们呢 心里面都有个 怎么了 打分啊 你4块8还有什么 4块8还怎么打分 我这还打个分 满分 4块8没法打 你知道吗 这个价位 超乎意料 5块钱够干啥的 差不多就行了 好了 快递就三块 你包装一块 你要的五毛 挣五毛吧 他能 好了好了 这么糟 今天杨娃迪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下一期给大家做一些 更好玩的开箱 我是老花一 杨花最转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 好玩的 好